嗨 大家好 我是王猴 我們現在人在台中 今天天氣真的有點陰 有點黑 要低一點是不是 今天天氣真的是滿冷的 現在這裡的氣溫大概是13度左右 然後我們現在的位置呢 在九天的黑森林 大家看一下我背後 今天是試駕行程 今天我們試駕的車款呢 是 富士的Tiquant小改款280 TSI Elegance 對啦 現在在我旁邊呢 就是這次的試駕主角 280 TSI Elegance 這次其實Tiquant有分成很多個等級 280上面還有330 380 最頂級的還有Tiquant R這個車型 但是目前330 380還有Tiquant R 都還在預售當中 目前正式上市的呢 只有280這個等級 那280又有分成兩個款式 一個是Live 另外一個就是今天試駕的主角Elegance 那我們現在話不多說 直接開始來介紹一下 他這次的外觀一些小改動 他這次外觀改變最大的呢 主要就還是他的燈組 他們頭燈改成了他們這次最新的東西 叫做IQ-Light 也就是他們的智慧燈組 他裡面搭載的呢 也是Matrix LED 也就是矩陣式LED頭燈 裡面有24顆燈泡可以根據不同的場景去做變化去做調整 當然他的水箱護照還有下保感呢 也是有經過重新的設計與調整 我覺得整體看起來啦 是一種比較新世代的造型 像長高一樣的Golf一樣喔 但是Golf看起來我覺得他是比較凶狠一點點的 Tiquant看起來是比較更都會 另外還是要提一下 他這次呢其實有搭載了他們的叫做Premium Package 加價3萬塊 就可以擁有鍍鉻套件鍍鉻飾條 另外啊他的車側其實變化幅度沒有很大 一樣搭載18吋的輪圈 如果是買到LIFE的話呢 這是17吋的輪圈 所以我們直接換過來看一下車尾齁 他的尾端呢用成熏黑的樣式 但不知道沒辦法 有做了重新的修正調整 最主要的一點就是 中間這裡 他的名牌Tiquant 至終了 這是新世代的設計 我覺得也是蠻好看的 只是他旁邊就沒有東西了 下面的包桿呢 設計造型也是不太一樣 加上這個鍍鉻的飾條啊 我覺得整體來說是更有質感 更有那種都會的氛圍啦 加上他這次的試駕車喔 採用這種有點水泥灰 然後在這個陰天的天氣下 又帶點微微的淡藍色 我覺得真的很好看 真的質感非常非常的好 整體看起來是簡潔有力 而且都會時尚 這次除了他的IQ Lite 是一個重點之外啊 他其他的重點 還有一些在車內 我們上車來看一下吧 好了我們現在坐在我們的駕駛座 駕駛座 然後大家很明顯就可以看得到 前面這裡的全邏輯的數位儀表板 他是10.25寸的 中間呢也是一個10寸的彩色資訊娛樂系統 他這個10.25寸的數位儀表板呢 我覺得他的解析度也還不錯 你不會覺得說他的力值非常非常的大 你還是有很多種不同的形式 可以去做選擇 比如說像我現在啊 就在一個全部都是導航的一個模式 因為他這台車有搭配一個 全繁體中文化的一個導航 再來呢 就是他這次的一個方向盤 也是新世代的方向盤 如果你想要選到更高階的 他是有一個觸控的 在這兩邊 那可能就要稍微等一下 330 380 甚至是Tiquan R 才會有這個配備 在中間來介紹一下這次的10.1寸 這個資訊娛樂系統 他是用了新世代的叫做 MIB 3 代的一套系統 所以他其實整體的表現 我也覺得是相當相當的棒 相當相當的不錯 而且重點啊 他裡面有一個叫做無線的 Apple CarPlay But 對我而言 他就少了一個配備 什麼配備呢 就是做無線充電面板 今天你連結 Apple CarPlay 坦白說是件非常耗電的事情 所以呢 你今天要真的完全無線 我覺得不太可能 你上車還是要插一條充電線在裡面 我覺得是一個比較保險的做法 所以我覺得有無線 Apple CarPlay 這項功能的話 車子 拜託 搭載一下無線的充電面板好不好 再來我們往下 就可以看到他這次的一個面板 他這次的面板呢 是做的有點像是觸控 我不能說有點像是觸控 他就是一個觸控的面板 這邊就可以調整 不管是你的座椅加熱啊 這輛車是有座椅加熱的 或者是一些冷氣的調整 都可以在這邊去做一些調整 再來這也是他們新世代的台檔桿 他們這次搭載的是一具7速的 DSG 雙027的變速系統 下面則是有它的 Start & Stop 這個按鈕 然後旁邊呢有自動輔助停車 然後他這次這輛車 Airgang 車型上面呢 也是有 360 度的環境影像輔助系統 然後也有行車的駕駛模式可以做調整 有節能一般運動 還有 Individual 也就是個人化的一些設定 前面也可以看到 Auto Hold 所以我覺得在一些基礎的配備上面 這輛車是搭載的相當相當的豐富 福斯我覺得這個品牌 對我來說它就是一個很實用的品牌 它一樣有著很多置物空間 比如說它前面 這裡有一個置物空間 上面 也有一個置物空間 你要放兩副太陽眼鏡不是問題 而且裡面有做止滑的效果 我覺得還不錯 這邊 你看這裡也有一個 這是給後座放的 我覺得真的是不錯 然後再來 它其實這次後座 坦白說並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後座也是可以做前後的滑移 前後的調整 我覺得這也是相當相當不錯 相當相當的便利 而且加上你想要一點虚花的 比如說像有質感的後照鏡 它做一次無邊框的後照鏡 或是前面這些 它有一個分圍燈 30攝分圍燈的一個調整 一個配備 我覺得整體來說是相當的不錯 現在做到這張座椅 我也覺得這張座椅是蠻好做的 除了這些內裝跟頭燈 是一個重點改款的配備之外 它這次最大的一點改變 就是它的IQ Drive 也就是他們的主動安全的輔助科技 他們多了一些些東西 讓這輛車其實可以達到Level 2的水準 這輛車基本上 該有的福斯目前最先進的 IQ Drive的智能駕駛配置 都已經裝上去了 等於是福斯集團目前 可以提供最先進的 IQ Drive的配置 都在你的提供上面看到 那至於它的表現怎麼樣呢 我們上路再說吧 Go 好的我們剛剛已經從那個九天黑森林 繞出來了 現在已經到了算是台中的市區了 這一次它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它的動力換了 它現在換了是一顆1.5升4缸的 渦輪自然引擎 也不能說很陌生啦 它們家族很常用這顆1.5升的 它最大的動力呢 是150匹跟25.5公斤米的扭力 那在動力部分都一樣 但是不一樣的地方是油耗 它搭配這個變速箱 一個七速DSG 加上捷能科技的OPF 和ACD氣力鋼修持技術 所以它的油耗其實可以進步更大 進步的高達14% 這樣的數據搭配上它的DSG 其實我覺得是相當相當的夠用啊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順順開 很適合像我這樣的人 沒有追求大動力的人 它整體的調性呢 算是偏舒適偏軟調性 但是其實它在過一些彎路的時候 不會覺得支撐性不太夠 它給你的那種回饋啊 你還是會蠻信任它的 它這次的主動安全輔助科技呢 也算是小改款的重點之一啦 它增加了一些東西 一些配備在上面 然後我覺得大家 最常使用到的兩個功能 第一個就是它們這次叫做 智慧穿梭 不是智慧車陣穿梭系統 這個名字我真的 一直記起來 另外一個就是它的 360度環境的影像輔助系統 然後還有3D的顯示 這兩項東西我覺得是大家 最常使用的 那3D的影像輔助系統 我覺得不用多介紹 大家看螢幕就知道了 大家看畫面就知道了 另外一項呢 則是它們的智慧車陣穿梭系統 這東西其實坦白講我覺得很簡單 它沒有很複雜 這輛車啊達到的是 LV2的自動駕駛的水準 它至少會有ACC 也就是自動跟車測距的功能 另外當然就是車道的輔助系統 但是以往我們要開始ACC 還有車道維持 車道相關的輔助科技的時候 必須要按兩個鍵 但是它現在不用 它把它整合到一個鍵了 今天只要你的ACC 在待命的狀態下 按一下ACC就可以打開 另外車道相關的輔助科技 也會相對應的開啟啦 我覺得這是蠻貼心蠻實用的一點 但是如果你這東西很方便 但是你的ACC作動啊 還有車道相關的輔助系統 在作動的時候 沒有那麼線性沒有那麼順暢 其實一切都是白搭 只不過我覺得這樣開起來 真的還算蠻不錯的 它的ACC作動的時候 還是很線性 方向盤在給你一些輔助力道的時候 也是非常非常的線性 你不會有種過於突兀 過於不流暢的那種感覺 你這樣作動起來 你還是會覺得蠻棒的 而且它的ACC在煞停 因為它全數域的ACC 煞停的那一剎那 你就可以感覺到它真的 最後那一腳 煞車煞車煞車 稍微鬆了一下 我覺得這個表現是相當相當不錯的啦 所以最後總而言之 我覺得這輛真的就是一個 非常適合家庭使用的一個SUV 如果你真的想要再熱血一點 就稍微再等一下喔 有330有380還有Tiquant R 真的可以再等一下 它們的動力會更大 相信會帶給駕駛者 一個不同的感官刺激啊 但是我覺得喔 以一個家庭的SUV來講 多了這些配備 這些配備加起來呢 你會有一種超值的感覺 喔對 因為它這次129.8萬在等級 沒有加價 我覺得不錯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差不多 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幫我按個讚 訂閱還有分享 如果有什麼問題 或想要聊聊天的 歡迎在下面留言喔 往後去哪裡下次見 掰掰